25. 明報 通脹溫和新債Bund短線套現 2015年7月27日Money Monday P18債市情報旁保臨香港金管局宣布發行100億元的第五批通脹 與債券Bund上週二開始接受營購 由於近期中港股市風高浪急 令不少投資者轉向風險較低的定息投資產品 帶動Bund在首兩日營購反應熱烈 市場預料最終營購人數有機會超過50萬人 一如以往,Bund債券年期為3年 每手入場費為1萬元 債券持有人每半年將獲派息一次 Bund派息率與本港通脹掛余 由於過去3年本港通脹都超越3% 所以過去4批大部分均有大約4-5離派息年利率 堅表,但隨即均通脹基數價高 本港上半年通脹率只有約3.7% 估計下半年的通脹料緊達2.3% 售油價下跌,全球物價疲弱 以及美國加息及內地旅客在港消費力下降 有望令本港租金回落等因素影響 而全年通脹則約為3%左右 建圖,故意未這批大Bund的回報 或得及過去多年如4離的回報吸引 回報料得及過去幾批吸引 事實上,Arbund與Apple股票的特性頗為相似 Arbund與聯交所上市 其透明度及流動性比一般非聯交所上市的債券為高 而且交易費亦較為廉易 加上不少銀行及券商推出多種手續費優惠 令交易成本更低 故投資者選擇短炒及長期持有均可 可換買人民幣債券雖然長線持有Arbund的回報仍然比港元定存息率為高 但考慮到本港通脹應會繼續維持在較溫和的水平 Arbund回報預料未如以往吸引 故不者認為能承受較高風險的Arbund投資者可考慮短炒獲利 並將所得資金長線投資於回報較高的人民幣債券 投資者或可考慮在日後透過基金會應的框架投資於國內的人民幣債券基金 以獲取更高的長遠回報 本民意見指供參考 民內基金買賣策略亦指示無異 並不構成投資建議 東企基金及東企基金管理的基金組合 有可能持有民眾提及的基金 唐寶林東企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 第一次攻擊